我刚才听到你演讲里提到了一个九宫阁 因为我们老百姓眼里的九宫阁就是重庆的那个火锅 这个九宫阁就是把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火锅放大二三十倍 然后扣在隧道上面 然后每一个阁置里面都有一个作业小分队在施工 就是把一个大的隧道化解成九个小的隧道在里面施工 这个九宫阁很管用 它管用在什么地方 最一开始我们发生这种突涌的情况下 是整个隧道里面全部被涌出来 但是有了这个九宫阁之后 它只是会从一个小分布里面 把一个大的隧道化解成九个小的隧道 它永远是涌一个小布 如果要是说涌出来方量不太大的话 我们马上就可以有补救措施 就不会造成我们今天干完了 明天又退回了二百多米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说到这个周老师 我想到一个中国的一个经典的我们的律师典故 鱼工一山 最后你还想出了这样的办法 就刚才周勋老师说 就是如果说九宫阁当中的其中一格 也出现这样的状况 它不会影响到其他几个 我记得有一次 我凌晨三点多钟 我的技术员在打电话给我说 下面出现变形了 我下工地 对 但是他们义无反顾 对 我想问一问 你是毕业之后就在这工作吗 中铁十九局 对 我其实实习的时候 就已经来到了中铁十九局 那个时候 我记得第一天晚上 我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面 然后老百姓吃饭的时候 给我们端上来两碗面条 然后他们去在那吃发霉的萌萌 因为那个地方的人特别穷 没有水喝 他们每天喝的水都是 天上下的雨水 然后到井里面之后 加的漂白粉 然后就那样喝了 那个地方人特别穷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心里面特别的复杂 看到他们给我们端上面条 他们在吃发霉的萌萌 心里面挺难受 我那时候就想 一定要把这条隧道打通 让他们也走出去看一看 看一看我们这个 精彩分成的中国 他们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能出远门 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些年的变化 干脆到这么苦 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呢 其实我的这份铁剑情节 是追随我父亲的脚步 因为我的父亲是八十年代的铁道兵 他转业之后呢 就成为了我们十九局的一名测量人员 我记得小时候 我经常见不到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其实每年最多能回家两次 每一次也就不超过十几天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 老师让我写关于父亲的作文 那个时候我写不出来 因为我对父亲很模糊 不知道该怎么写我的父亲 有一次我跟我的母亲 去火车站接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一下火车看到我就哭了 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了解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一下火车看到我就哭 到后期我问我的妈妈 我妈妈说因为去年他领走的时候 你还没有他高 再见面的时候你已经比他高出一头了 其实我父亲每次回家 他最喜欢的还是带着我去坐火车 他总是对我讲 他说他就是铁路上的一块砖 其实在那个时候 父亲在我心里面就是我的英雄 我那个时候或许也是一种信仰吧 就追随了父亲的脚步 也选择了铁路 我们大屏幕上出现的就是 你们一家三口的照片吧 对对 妈妈好漂亮 爸爸也很帅 爸爸也很帅 而且眼神当中有一种独特的坚毅 今天我们把父亲也请到了现场 掌声欢迎他 谢谢大家